前面這段步道就夠累的了 請問一下建榮林往哪邊走啊 前面 前面 右邊 原來是走這個小徑 還好還好 現在應該就是別人下切 跟著別人走就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從這邊下切 有夠滑 全部都是泥泥 都是爛泥巴 去這邊嗎 接下來就要攀繩上榮線了 完蛋了 現在前後都沒有人 有點不太確定怎麼走 是這裡嗎 應該是吧 有點緊張 有人在叫 應該是這裡沒錯吧 確認一下離線地圖 好像是有好像不是糟糕 好像不是這裡 好像走到另外一條了 回頭好了 剛剛沿著這個這邊過來 是錯的 這是另外一條 所以應該是往這邊過去 有一個大岩壁 好險有即時查看離線地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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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結束 現在已經走到 蠻高的地方了 然後剛剛看到別人在爬那個岩石 是完全沒有任何護欄或是繩子的 蠻恐怖的 這裡真的腳會發抖耶 只有像這種 剛下來這種很斜的岩面才會有繩子 那像是前面這邊要繼續走下去的路 其實旁邊都是沒有護欄也沒有繩子 步步為營囉 蹲著走 蹲著走 這個就是我剛剛走過來的地方 這個是暴露的 接下來就要爬上劍龍的背脊了 太陡了吧 這裡掉下去就掰了 這裡沒有繩子 爬過黃帝殿 爬過無聊天 然後就想說來看看這邊 其實還是有點緊張 因為這次是自己爬 之前都是跟朋友 這裡要怎麼上去 沒路啊 哇這段真的恐怖耶 這裡很美耶 這個角度 剛剛就是一路從這邊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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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這樣繞上來 一直爬過來 應該可以算是一個小小的撞遊 太熱了 哇 還有好多石頭路要爬啊 走這裡 有點緊張 不得了耶 現在就是一直繼續爬 不知道爬了多久 但是呢 在這邊已經可以看到一個涼亭 那應該就是茶壺山的附近了 ICHO HO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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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t 恐怖喔 這裡風很大欸 會滑欸 好累啊 這個是真的很累 繼續趕路囉 抽筋了 好累喔 這裡就是五五五峰 然後很多人會在這邊休息啊 吃東西啊 接下來就是繼續往上面爬 這個是鋸齒林 然後爬之後會到 那茶屋山 我不知道我在指哪裡 對 好 那就繼續走啦 不錯喔 在邊走邊拍 邊攝影 露營一下 沒話說喔 居高零下的感覺 現在幾乎已經要到最高峰了 然後本來想要拍整個那個峽谷的感覺 但是旁邊的霧已經全部都滿上來了 現在整個是一片白牆 但是另一邊那個山崖的形狀還是蠻漂亮的 哈囉 嗨 咦 要剛到這裡 對啊 早上不是沒戴帽子嗎 我後來戴 而且我那時候還走錯路 走錯路 就是過那個溪的時候 過溪 我走到左邊 沒有跟到人對不對 對 左邊也有一條路可以上 對對對 爬上去然後後來又下來 欸只剩下這邊嘛對不對 快到了快到了 這邊很漂亮 好我要繼續前進囉 加油 好拜拜 太斜了吧 這一段有點恐怖喔 這一段應該是 整個路線當中 我覺得最可怕的 慢慢的慢慢的 都還是有踩點啊 腳在發抖啊 OKOK可以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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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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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順利渡過一個恐怖的難關 欸蠻恐怖的 旁邊就是 下去了 有點恐怖 原本正常的路 他們會從這邊走下來 然後拉繩子上來這裡 但是我剛走這邊 下面就是垂直的峭壁了 爬上去 爬上去 怎麼爬上去 爬上來這一大段 累啊 看完我的腳步 中間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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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 一 往這邊上去應該就是半坪山了 也有人在上面走 他的旁邊應該就是有一條下切的路 往茶壺山 那我要不要去半坪山呢 後來又有一個踏步 就不看到了 有點懶 下切往這邊走 下去就是茶壺山了 到了 走完了走完了 這一條路我走了2分05秒 8點多來爬 然後現在已經4點多 爬超久 這是最後一段往茶壺山的路 現在要下去這個洞裡了 現在要下去這個洞裡了 這整個是黑的耶 這整個是黑的耶 這這這這有路嗎這裡 不知道是可以 啊都看了嗎 這三十字字 seasoning 爬完茶壺山了 那這整段的路線 就大概到 到此為止啦 真的很累而且蠻危險的 原本早上五點半醒來的時候還想說 找個藉口不要來 反正也沒有人知道 好險有來 太斜了吧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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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回不來